全屋採用大地色系融入大量木元素 採用原木式的板材,文理通直 配合啡中大虹的缅甸有木地板 营造日系温馨的氛围 单位面積931尺,居住了一家四口和工人 屋主崇尚日本和风美学,着重功能性的设计 设计师拆除了原有的墙身和柜体之后,重新规划 一进门口的右手边,做了一个挂衣架 上面可以掛衣服,摆放一个洞洞板 然后有一个位置,让它坐在这里,然后穿鞋 门侧的鞋柜中,设置了电动旋转鞋架 方便拿鞋 也设有鱼缸位养鱼 向前走,客饭厅分开左右两边 饭厅摆放了木板餐桌,手工木餐椅和餐边柜等 设设设设计师拆放了日本傢俬 设设设计师拆放了一个地台 上面放了一些竹籽 地台可以让小孩休息去玩 还有这个有升降地台的效果 因为这个升降地台是有一个摇控制 可以让它升降来做一个食饭台 两级地台更加藏有储物空间 美观和功能性兼备 后方亦订制了一个大型玻璃式物柜 给户主摆放大量的公仔模型 客厅在屋内采光度最高的地方 特别设计了条纸特色墙 配合挂场带电视 以及男户主收藏的百万音响 打造了一个豪华型音区 这个幽灵门在走廊门口 我们设计了一个隐蔽式的路柜 让视觉上不会看到一些金属的东西 走廊连接书房以及三间睡房 房门全部改为拖门 折散空间 灯色我们都用了一些日式的风格 大部分都是用一些木的元素去做 颜色方面 就用回衬陀原木的颜色 柔和一点 书房主要用作为男户主在家工作和打机 设计了一张胡桃木的原木桌 放置电脑器材 主人房在书房里面 设计了迷你衣帽间 莲化妆区 方便女户主梳妆打扮 手朗连接位 腾出空间设计木条纸柱物柜 护主又有一个要求就是 它的厕所分开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一个洗手间 座室 第二部分就是一个洗面 第三一个洗衣房 最后一个就是日式整体喂肉 日式整体喂肉的尺寸 比一般的肉室设备大 设有肉缸以及坐下淋浴的位置 这种四分离的布局 亦都解决了欠厕所的烦恼 护主就喜欢一些日式的电脊面 我们都帮他找师傅 跟他搞了一些电脊面 那些电脊面 比一般普通的电脊是大一半的 所以师傅都花了很多心机去做这些电脊 至于子女的房间 长生运用了浅灰白色 中和木质的颜色 配备了木书桌和衣柜 满足他们的日常需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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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